张智霖拿了个最新兴又要黑锅了 先不说这个含金量怎么样 他有明确的计算公式 参加评选的人也明确 起码公开透明的程度远超特质特办和保姻协议 拜议也关键球员转会的消息 是不是自己也唏嘘啊 也许四场比赛都有评选 后三场都是对手球员没有掀起任何风浪 汇总结果是张智霖就有些人做不住了 回到这个奖项毫无意义 这个操作仅次于三年级的某人拿到最佳稀秀 紧接着有些人又开始延伸 张智霖进国家队靠着母亲 连赛冠军绝对主力小清风 进不去国家队才是黑幕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还记得马清月吗 对就是那个位置教练 能进蓝蓝教练组的 想必水平应该不低吧 如果不是他舅舅别算蓝蓝了 他连CBA的教练工作都找不到吧 所以到底是谁靠关系才进的国家队呢